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76 岁老庸可白 閃取世他30歲的妻子 新何太在婚後未夠一個月 就要求拿100萬出來做生意 可白和子女反目承受 積水盡失 事件連日均動傳承 究竟是真愛還是騙錢 如果你未看頭兩集的Viki Talk 就快點去追回 看看發生什麼事 可白和何太的亡年之戀 掀起了全港網民的激烈討論 就連內地網民都一起加入賣食花生 有人在小紅書到出post指 可白和何太回了深圳 究竟是否真 東張西網最近更新了訪問預告 子女人再到秀房一直沒有離開過香港 一起吃飯的相片其實是香港的餐廳 預告片中何太還說 而在最新的預告片中 令人大受恩愛 何太還激烈反駁網民 而面對可白的五個子女反對 何太絕地大反擊地說 可白還相當護妻地反駁網民 不過東張就吊足大家胃口 預告播出當日 未播出可白和何太最新足本的訪問 不少的網民就說非常失望 自TVBR收視 甚至看賣何太的語氣說 不是現期 你說清楚點 是改期而已 正當全港追看可白和何太真愛宣言的時候 無線的福六獸訓練學院 亦都大玩模仿秀 阮兆祥和李思哲兩個扮野王 神還原了可白和何太 兩人全程十指緊扣 相當甜蜜 被問到身上的珠寶多少錢的時候 扮何太的阮兆祥就說 不要問我這些事 我住公屋而已 至於早前洋質疑夫婦兩人在公屋付戶的事件 亦都有了新象展 房署說 初步確定可白沒有公屋戶籍 現在正鎖定調查何太單位的住戶資料 包括是否有人違反付戶政策 或者申報規定 房署指已經初步掌握有關的公屋單位資料 正跟進調查 面對傳承海嘯式的討論 社交平台瘋狂地洗版 輿論一面倒地批評 究竟可白和何太 會風雨同路見真心 還是帶爛臨頭各自非呢 大家怎麼看呢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